终于,普京和特朗普见面了,就在芬兰首都克尔辛基。 要知道,特朗普上台已经一年半了,这两个老冤家还只正式会谈过一次。 去年越南峰会,两人一切只能是偶遇,以至于两人偶遇交谈,一路走一路谈,话都停不下来。 这一次,特意约定在了芬兰克尔辛基,时间是7月16日。 千言万语,真是不知从何说起。 但根据媒体报道,两人一见面,特朗普这样说。 我们这次将无所不谈,从贸易、军事、导弹、核武器,以及中国,我们会稍微谈到中国,我们的共同的朋友。 美国和俄罗斯友好相处,是一件好事,不是坏事,最重要的是,我们要谈论许多的好事。 我希望美俄能建立非凡的关系。 普京则说,是时候彻底讨论双边关系,以及不同国际问题和敏感议题了。 在超长的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后,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又这样说, 我们的关系从没像现在这么糟糕过。 不过,自四小时前开始情况已经改变。 我真的这样相信。 一些细节,非常有意思。 比如,一见面要谈好多问题,但其中就包括中国问题。 而且,谈得还不错,用特朗普的说法,美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。 当然,普京也表达了善意。 在很多人怀疑俄罗斯掌握特朗普不雅视频的问题上, 普京以不容质疑的口吻说, 我们想不出比这更离谱的胡说八道, 请清除你们脑中的这个垃圾吧。 一次非同寻常的峰会, 传递出不少意味深长的信息。 在笔者看来,大致几点吧。 第一,特朗普真欣赏教好普京。 事实上,普京曾一直是特朗普的偶像。 两人一直是惺惺相惜, 哪怕美俄各种骄恶, 两人一直都没有撕破脸。 很多人还注意到, 这一次会晤, 一坐下来, 特朗普就冲普京紧了几眼睛。 阎神的秘密, 或许只有这两人才知道。 最倒霉的是奥巴马。 这次在去见普京前, 特朗普又在推特上痛骂, 说就是这个奥巴马, 才搞砸了美俄关系。 第二, 特朗普真希望能改善美俄关系。 所以, 特朗普说, 美俄友好相处, 是好事, 不是坏事。 尽管在国内, 政治对手几乎一面倒对他亲近俄罗斯的批评, 尽管在国际上, 德国等国家再三警告美俄不能私下交易, 但特朗普不为所动, 他还是毅然决然与普京会谈, 并期待建立非凡关系。 而且, 用他的话说, 美俄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 第三, 美俄和好事一步大棋。 这一次, 特朗普和普京要讨论很多问题, 既有美俄双边问题, 也有国际热点问题。 但别忘了, 特朗普也明确说了, 其中包括中国问题。 谈中国其实也没有啥, 但考虑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当下, 特朗普显然是想拉拢俄罗斯。 事实上, 在特朗普上台前, 拉拢俄罗斯对付中国, 就是他既定的施政方针。 在对线竞选承诺方面, 特朗普一直很靠谱。 所以, 哪怕国内洪水滔天, 特朗普还是去了赫尔辛基, 与普京一对一会谈。 当然, 这是特朗普的如意算盘, 普京也未必真会接招。 毕竟, 美俄关起恩恩怨怨上百年, 美国国内仍对俄罗斯充满敌意。 俄罗斯即使真心导向西方, 也根本不可能被接受。 如果再失去中国这个强缘, 俄罗斯更面临危险的境地。 当特朗普不是普通的政客, 肯定会在会谈中进行各种诱惑, 小之以理, 动之以情。 但普京也是国际政治老手, 不见兔子不撒鹰, 特朗普不见出大理, 他也不会轻易松口, 美国的内斗则又限制了特朗普的腾挪空间。 对中国来说, 特朗普和普京一见面, 讨论问题中就包括中国, 也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分量和重要性。 但美俄关系可能会正发生重大变化, 这两个国家私下讨论中国, 多少也有点特殊的味道。 这个世界, 害人之心不可有, 防人之心不可无, 这毫无疑问是一盘大棋, 也不会是美俄和解那么简单, 中国要有定力, 但也必须小心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